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大工作亮点回放 今天关注人大如何强化 监督工作 十二届厦门市政协工作亮点回谋 今天关注政协的协商民主建设 2017年高校毕业生人才交流大会 今天举行 主要提供了哪些岗位 哪些专业需求多呢 今天是2017年的1月7号 星期六 农历12月初十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连而来 是各套班子领导走街镇进村居 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为他们送去新年的祝福 带去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家来到吉美区后西镇西西村 看望慰问低保护和重点优福对象 独居的杨领明有精神残疾 常年吃药控制病情 靠低保精神火 裴金家详细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看病方便不方便 过冬的棉被暖不暖 鼓励她多参加社会活动 并交代村干部平日多来走动关心 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和抚慰 在低保护纪委家里 佩金家关心地询问她 还有什么困难 需要哪些帮助 得知她的儿子已经上了专科学校 佩金家鼓励她克服眼前暂时的困难 等孩子毕业了 生活就会慢慢好起来 她叮嘱纪美区干部对纪委儿子今后的就业给予关心 帮助她家尽早摆脱困境 佩金家还看望慰问了重点优福对象杨品梅 祝她新年快乐 佩金家说 市委市政府始终牵挂着困难群众的生活 各级各部门都要组织好新春送温暖活动 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 让困难群众过上欢乐祥和的节日 市领导黄强 黄文辉 卢江参加慰问 市委大常委会主任郑道西 党组书记程嘉东 来到资民区看望优福对象李曙光 她是退伍老军人 始终保持军人本色 郑道西感谢她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鼓励她永保初心 继续发扬军人的优良传统 在特困户陈福全家中 郑道西一行仔细了解老人的一日三餐 叮嘱老陈多多保重 好好生活 特困老人杨文英致力一级残疾 日常生活尤其姐姐照顾 郑道西嘱咐社区干部多关心社区困难群众 为他们排忧解难 办实事 市政协主席张健带队前往海仓区 慰问困难群众 在海仓街道青椒村居民盐一鸣家中 张健了解到她身患残疾 丧失劳动能力且单身 照顾她的父母年老多病 家庭生活困难 张健把慰问金送到盐一鸣手中 鼓励她要乐观积极面对生活 并叮嘱在场的社区干部 平日里要多关心困难群众 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市领导林文生 刘玉生 陈诚生 参加慰问 大市长庄稼汉前往狐狸区 看望慰问陈士雄等重点优福对象 低保护 送上新年的问候与祝福 庄稼汉同他们促膝交谈 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家庭生活情况 关切地询问他们在衣食住行 等各方面的帮扶需求 鼓励他们保重身体 乐观生活 他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落实优福政策 照顾好优福对象的生活 不断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获得感 要始终把困难群众的冷暖 挂在心上 多关心帮助困难群众 及时妥善解决 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送到每一位困难群众身边 市委副书记陈秋雄带队 先后前往同安区新云镇 大同街道 祥平街道 看望慰问困难党员 失毒家庭 低保护 伤残家庭 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 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 市领导陈沈阳 陈琛 高玉顺参加慰问 市领导叶崇庚 陈子轩 魏刚一行 前往狐狸区 狐狸街道 泥超 黄培墙一行 前往小安区新虚镇 卢江前往海仓区 海仓街道 松宇街道 分别看望慰问重点优福对象 低保护 困难残疾人家庭 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年货 祝他们过个欢乐美好的新年 本来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2017年厦门市海峡两岸同胞 迎新春茶话会在厦门宾馆举行 来自台湾社会界 企业界 商界 学界的嘉宾 台湾各县市驻下商协会代表 在下台商台包 金包 台属台生代表二百多人 应邀参加茶话会 市委副书记陈秋雄 代表我是各套班子 向与会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新春的祝福 他说 过去一年 台下经贸合作稳中有进 交流交往持续深化 清创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两岸同胞融合亮点突出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 离不开广大台商台包在内的 社会各界人士的辛勤劳动和积极贡献 2017年 希望台湾乡寝继续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 深化两岸经贸合作交流 推动两岸共同和平发展 为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室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了解 我是两岸同胞迎新春茶话会 已经连续举办了14年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张灿鸣参加茶话会 昨晚2016年度 音乐厦门城市之歌 全国原创音乐作品颁奖胜蝶 继国贸杯首届十佳歌手选拔赛总决赛 在厦门小白鹿金融剧场举办 厦门港之恋 古浪云你知道美丽厦门 一首首以厦门为主题的原创歌曲 唱响了昨晚的小白鹿曲场 本次十佳歌手选拔赛 由市委宣传部音乐厦门组委会主办 共吸引了海内外四百多名 音乐好者报名参赛 经过多场初赛复赛的选拔 决出十名选手晋级昨晚的决赛 最终来自吉林的包颜辉 凭借一曲小小的我 获得本届十佳歌手选拔赛 总决赛的冠军 音乐厦门城市之歌 全国原创作品大赛 自2015年1月启动以来 征集到大批歌唱厦门的原创歌曲 这次参赛选手演唱的 就是其中的优秀作品 2016年音乐厦门组委会 共收到原创作品一千二百多首 从中精选出四个季度 四十首季度优秀曲目 并于昨晚正式揭晓年度施加 通过一系列活动 音乐厦门正发动越来越多的人 共同参与打造音乐厦门 成为推广厦门原创优秀歌曲 培养厦门音乐人才 打造音乐厦门文化的重要品牌 市委成本宣传部长叶崇耕 出席活动并为互相选手颁奖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受代市长庄稼汉委托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强 向全市老干部通报去年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今年工作安排 并向全市老干部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2016年 我是全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防风险 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 发展动力活力进一步激发 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 城市功能品质进一步提升 群众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较好的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 新的一年 我是将坚持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 加快推动五大发展示范式建设 黄强表示 老干部们为特区建设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退休后仍通过各种形式提出很多意见建议 为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支持政府工作 多提宝贵意见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沈阳主持会议 记者陈岳田 庄冠俊报道 今天的人大工作亮点回放 我们来关注市人大的监督工作 去年 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立足事情坚持问题导向 在经济 生态 民生司法等领域 开展监督 不断创新监督方式 开展满意度测评 清单式执法检查 全媒体直播 专题询问 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手段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我是严当胡 整治工作已经开展多年 那么请问 何时才能真正达到水清无意味 整个管理运营体制也不顺 我想问一下 这个体制如何来进一步的理顺 来进一步改革 去年6月30号 市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 对我是污水收集处理情况 进行专题询问 这次专题询问不仅延续了以往 利用电视 广播 网络等平台 全媒体直播方式 展示人大监督问证全过程 同时还开辟场外网络询问分会场 市民可向分会场的政府部门提问 直接参与到问证中来 这样的直播加网络互动的模式创新 将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 社会监督结合起来 开辟了公民有序参与民主决策 民主监督的新途径 也彰显了人大制度自信下的监督创新 直面社会热点 回应百姓关切 一直是人大监督的一大特色 去年 市人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监督 开展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 执法检查 推动政府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对我是公立医院医疗就诊 预缴金问题进行持续跟踪都办 推动就诊预缴金 在我是所有公立医院实现通用共享 视察中小学幼儿园用地保障和规划建设情况 调研开放全面二孩政策 对我是教育资源的影响 推动政府提前谋划 协调推进我是学前和义务教育发展 围绕经济建设开展监督 同样也是市人大监督工作的重点 去年 市人大集中视察自贸区建设情况 推动自贸区加快发展 听取审议推进检证放权 转变政府职能的报告 推动政府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此外去年还首次将审计发现问题的 五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请进常委会审议现场 逐个说明情况 汇报整改打算 人大监督与审计监督的结合 不仅有效增强了预算监督刚性 也让市民关切的财政资金账本 显得更加清晰透明 本台记者报道 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三大主要智能之一 五年来市政协持续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建设 通过工作中一项项高颜值协商成果的落实 使政协协商真正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的重要支撑 对标新加坡探索了清单式的这个管理模式 我建议以优化简化为目的 开展审批流程的再造 这是去年五月份 市政协十二届三十次常委会议的专题协商议证 政协常委们围绕当下提升厦门城市 国际化水平的热点议题 从宜居宜业绿色三大方面 共提出了四十九条建议 涵盖人才培养公共交通 国际社区绿色港口等十九个题目 得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财纳 社区书院建设是厦门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举措 市政协通过深入调研 提出了加强规划引领 鼓励民间公益力量 重视国学教育等二十多项建议 并形成常委会建议案 促进了我市社区书院建设 五年来市政协积极探索 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建设 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 协商范围由过去主要集中在 经济社会领域 拓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 初步形成全体会议集中协商 常委会议专题协商 主席会议重点协商 中委会对口协商的格局 政协协商议政的时效也不断增强 众多意见建议被吸收到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当中 推动了支持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意见等 相关政策的出台 成效越来越显著 比如像我们五年期间 我们提了145件的提案 那么很多提案都得到很好的落实 尤其最近这两年 比如有很多的像 这个常委会的专题协商 比如主席的建议等等 那么应该来讲都有很好的成效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今天上午2017年高校毕业生人才交流大会 在世人才市场举行 我们请夏天介绍一下 好的 作为我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 上午的招聘会共信了350多家单位到场招聘 提供岗位数超过6500个 今年哪类企业提供了比较多的就业机会 迎接毕业生有怎样的心理预期呢 咱们一块到现场去看一下 上午9点准时开始的招聘会到了10点多 才出现求职人员进场的第一个小高峰 记者在招聘节的展位前观察发现 今年来求职的英界毕业生不再盲目海量的投简历 而是观望了解清楚之后才在展位前坐下来详谈 到场的350多家单位按横溢化分为 IT电商类 机械电子类 生产制造类 商贸服务类 综合类五个招聘区域 共提供岗位数超过6500个 从招聘岗位对学历的总体需求看 大专及以上学历需求占70% 中专占20% 其他占10% 涵盖各层次各专业岗位 其中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 软件研发与维护 电器自动化 机械设计 客服 一线技术人员 行政文员 财块类专业人才及生产管理一线的 储备干部需求交往省 这次主要是进行我们 一期届的一些校员访财的一些 职缺的一些补录 那目前就是主要是针对HR的一些职位 包括人力资源 还有就是行政后勤的岗位 会招一些相对应届毕业生 英语水平相对较好的 大业行业的话 酒店行业的大业应该都差不多了 但是酒店行业的福利会比其他行业好一些 随着大众成业万众创新热潮的涌动 中小企业特别是电商类企业发展迅速 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 统计显示 本场交流会88%的用人单位 来自中小企业成为了招聘会的主力 下面人才网的数据也显示 近年来中小微企业会员数量不断增多 提供岗位数量也逐年增长 据了解 不少中小企业对人才的学历要求都不算高 相对于大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期望充分吸纳优秀毕业生人才 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不少毕业生表示 不会太在意企业的规模 只要工资合适 能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就很好 主要是想找专业对口的 合适的公司 然后还有五险 三千 对 差不多 想在一个公司里面有更好的发展 工资薪金那两三千就可以了 因为刚开始起步嘛 不要困难 没有要求很高 真实际上是先找到一个工作 就这样子 三千以上吧 生活方面的一些东西能接受就好 然后还有最重要点是 希望能把户口牵过来 人才市场相关负责人也建议 应届变生不妨把目光多去交在 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 这些企业工作氛围相对更有活力 不仅能够包容大学生的个性 对个人能力的提高 也将有很大帮助 若把择业盲目限定在 大公司知名企业上 就很有可能错失良机 越早就业 就能实现早锻炼早成长 在同龄人的职业竞争中处于优势 记者陈岳田旅业城报道 今天上午是图书馆推出 电子书阅读器外界服务 市民读者只要凭本人 有效借阅证 就可以一次性 借出近400本书进行阅读 上午9点半 市图书馆内电子书阅读器的 借阅柜台前 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许多市民都是早早地来到这里 体验这项新服务 小孩子那个放假 他这个对眼睛视力保护比较好 这个一方面 还有他里面有一些300多本书 正好趁这个寒假 可以好好看一下 据了解 为了推广五指画绿色阅读 今年图书馆一次性推出140台 Kindle电子书阅读器 阅读器内预装了399本电子书 类别涵盖历史军事 经典名著 人文社科等各类优秀书籍 市民读者只需要凭本人有效借阅证 即可办理电子书阅读器借环服务 借环时间期限 与普通图书一样为21天 今后市图书馆还将每月更新100本电子书 以满足市民读者的阅读需求 通过这种方式呢 读者一次性的 可以从图书馆借走更多的电子资源 通过这个电子书阅读器的一个外界服务 我们希望是做一个数字资源的一个推广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 厦门检验检疫局祥安办事处 在火炬祥安保税物流中心揭牌成立 它将统一办理祥安区的检验检疫业务 实现业务检区与机构设置相一致 据介绍 2003年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民间交流和经贸合作 引导和规范当时大陆唯一的 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 大邓办或至间总局批准设立 随着火炬高新区祥安产业园区的迅猛发展 和刘武电港区的即将投用 为更好的服务经济发展 厦门检验检疫局设立祥安办事处 今后祥安区的检验检疫业务将由祥安办负责 包括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 火炬祥安高新产业园 火炬祥安保税物流中心 以及刘武电港区等 下一步 厦门检验检疫局 祥安办事处还将探索有效的监管模式 和便捷的通关模式 加强与企业交流合作 助力频繁显示微电子与机程电路等产业链 在祥安聚集 随着整个物流方式跟贸易方式的变化 在我们原来的监管模式方面 存在一定的出路不变 那我们今后立志也就是说 把整个新的产业 新的物流量下 怎么来做到监管有效 方便进出 往这方面重点考虑 本台记者报道 5号厦门大学在海仓清郊院前社 设立首个乡村 营建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让建筑 规划 历史风貌保护等 专业的大学生 以校外实践的方式 助力美丽乡村的建设 基地依托院前村村民的古民居 由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的师生 自己设计打造 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创新研讨的场所 同时 学生也可以在这里为村民提供展览电影放映等服务 据了解 下大院前社乡村营建基地 源起于2015年4月 下大三位青年教师带领学生在院前社相间考察 了解到院前社从一个拆迁村变为示范村后 希望能出一份力 以自己的专业助力村民建设美丽乡村 在的人主要的还是在建筑于土木工程学院 将来我们还有社会学的 还有艺术学院的 还有能源学院的 就大家都可以来 这样子对它的寿终面就更多 但同时还有本地的 我们本地的乡村 它的农业怎么发展 将在乡村生活怎么改变 这也是很重要 这一基地还将立足院前乔村的历史特点 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际高校 开展交流合作项目 促进学科研究 传播乔乡文化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基地 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能把我们的新加坡的一些学生 带到这边来 让他们了解一下 所谓的中华文化 这个原乡的文化 他们对祖先的对家乡的情感 让他们有一些直观的认识 本台记者报道 节目最后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厦门市首批技能大师工作室 班正仪式近日举行 李清等十个厦门市技能大师工作室 将获建设项目补助经费八万元 这些技能大师将在 以自己或公司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里 带高途传绝技 一方面为厦门培养高技能人才 另一方面进行技术研发 公关交流等 近日厦门航空与一博网络 举行鸡家酒商旅服务合作项目签业仪式 根据项目协议 下航将依托一博网络 在全球机票酒店租车展会等 及时预定跨境服务的领域优势 共同为下航旅客提供一站式商旅服务 并为下航高端旅客提供全方位的目的地服务 解决方案 今天由我是82位教师组成的 教师朗松艺术团正式成立 并举行2017年迎新春音乐朗松会 这一艺术团旨在用语言的艺术 传播正能量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航新闻 更多内容请关注下门广电的微博 微信和看下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